会转变 我们为什么会对柯失望 柯文哲你本身要不要检讨 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 麻烦帮我把这个声音传出去 我们来问一个问题 柯文哲是台北市长 对不对 柯文哲是台湾很重要的政治人物 我们都同意 那我现在要问一个问题 柯文哲需不需要被监督 请各位超越你的政党力量 柯文哲需不需要被监督 如果你觉得柯文哲需要被监督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那谁来监督柯文哲 本来在体制内 OK他是台北市市长 那台北市议会应该要监督他 可是不好意思 我觉得台北市议会软趴趴 台北市议会监督不了他 那所以当台北市议会监督不了他的时候 我们可能有两个管道 一个管道是新闻记者 那还有一个管道是晚上的 就是晚上的这些政论节目 不好意思 我没有看到新闻记者发挥了那种逻辑的推演 去追柯文哲的一丝一毫的事情 那当这些名嘴在发挥他们的道德勇气 在监督柯文哲的时候 他们要被抹黑成柯黑 他们要被这样的对待 我非常的觉得不以为然 那刚刚刚又讲 行程上 我下午谈讲话 OK 我针对柯文哲 那我讲的事实 我会保护当事人 我觉得我要保护谁的时候 我会那个名字我不讲 但是事实绝对是真的 那这个很简单 不需要旁边的路人说三道四 我讲的事实 如果不是事实 柯文哲可以去做任何司法上的追诉 我还可以再讲一个 其实不止企业主 选前鸿门都建了 鸿门 我在 这个我在了 不是鸿门总部去了 其实我要讲的时候 并没有是说 OK好 这个是不好的 或这个是好的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OK 鸿门都建了 我在啊 就柯的性格是 OK 他想要成功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会努力的去 找到各种社会支持 可是我要提醒你 你的成功不要忘记 是以绿色为主 给你最大的支持 今天把这块抽掉 你什么都不是啊